石江说笑着唱歌似的引导 银罢众人鼓掌喝彩 八字辞须笑道 好 我甘凤驰今儿也下海 听我的 银朗声说的 青字本是青 加水也是青 除去青边水 小心便成青 火烧芝麻铺 弱得做人情 说完 自得其乐地挟了一小口 对身边的一个又黑又瘦的秀才说 曾经啊 你是东海夫子吕先生的门生 瞧你的了 曾经笑道 这个有何难在 音道 旗字本是旗 加点也是旗 去掉旗旁点 加欠变成旗 龙游潜水 遭瞎戏 虎落平阳 被犬欺 正陪着乔尹帝吃饭的饭时 突然想起重阳节那天 自己带兵闯进警灵败殿 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 皇帝的嫡亲 帝里 允蹄 连自己心爱的奴婢 乔尹帝 也无力保护 生生从他面前带走了 自己 可不是那细龙的虾 欺虎的犬吗 这些话听着 是太刺心了 范石屹竟端起舟来 慢慢的喝 连菜前二人 也都凝神净听 范石屹 也想看看 这个乳秀未干的神仙 有什么门道 张了张口 没说啥 只胡乱吃着 侧耳静听 却见假道士 已住击板说 西字本是西 加点也是西 去掉西旁点 夹鸟却成鸡 君不见五谷大夫 百里西 山漆破飞 烹制鸡 又说道 凭这些酒令 你们难为不住假释方 下一个轮到石施主了 你要说的令 我写在那边水牌上 说出来有一字之错 罚我吃了一坛子酒 好 众人不禁轰然叫喵 范石屹这边 几十个人本来吃饭吃的沉闷 此刻连亲兵护卫 宫女都停了住 呆呆的望着那边桌上 只见假释方 徐徐立起身来 向市中众人 横扫了一眼 看到范石屹这一桌 目光 毅然一闪 却没言声 背转身 提笔在粉牌上 积输了几行什么字 翻了牌子 转脸 对石江笑道 请你说出来 看我猜的 对不对 石江已经看愣了 世间真有这样的神迹 他翻着眼皮 搜索枯长 半上才说 哎 香字本是香 加水亦是香 除却香边水 雨下 变成霜 个人 自扫门前雪 修管他人 瓦上霜 他话音刚落 贾世方 已经将水粉牌 翻了过来 一边笑道 哎呀 我把一字 写成了也字 看来大道 没有圆容啊 此时众目 魁魁魁 所有的人 都盯向那块 三尺剑方的牌子 果然 见除了 加水 也是香 中间一字 微有不合 其余竟然 全部 契合 顿时连 范石义 带来的人 也都嘖嘖称奇 满屋 都是议论声 石江 几个人 已经站起身来 笑着说 虽然猜中 你自己说 出错一字 罚酒一谈 来啊 请君入瓮 哈哈 那地下 摆旧的两谈 三合老辽 其中一谈 尚未起风 打开了 就大碗清道 那贾世方 也不推辞 等着一碗 接一碗的喝了 顺时谈空晚静 你是拖延微军 对劝赛的石江说道 哎 你不是问功名吗 你说一个字 我来为你推算推算 石江说道 哈哈 我早就想好了 你猜猜看 嗯 是个奶字是吗 是 这个字 难拆呀 不难 你问的功名 奶字 是缺笔 极字 你终身 不得极地呀 站在旁边的曾静笑了 哈哈哈哈 存是游戏 我是圣人门省 就偏不信你这些个把戏 我出一个野字 你玩玩看 哈哈 这是个终身蹭凳的字 无马 不成池 无水 也不成池 虽有力 而走之不全 天罗地网 不定 你走投无路 曾静扑的一口酒 全都喷了出来 哼 哈哈哈哈 这个牛鼻子 年轻轻的如此捣蛋 你要能说出我的家事 我就扶你 哦 你三岁丧父 七岁丧母 舅母收养了你 想逼你学生意 你又逃回家里 你伯父想吞你家产 赶你出来 几乎逼你自杀 你神母和你死去的母亲要好 不忍增加断后 出私房前资助你外逃山东 逃奔东海 去找吕流良 你在山东 进学为秀才 吕流良死 你又返回湖南收拾家业 营养神母 教读为生 我说的 可有一字之妞啊 曾静先是 睁睁地听 听到后来 两腿一软 坐回凳上 已是面如死灰 难难地说道 你 你不是人 你是鬼 圣人不云 六合之外 我 我不能信你的 你一定在哪里 打听过 我曾静的蚕食 六合之外 存而不论 是圣人 不似鬼神说教 不是圣人 不懂得 天下一万庙堂 若没有灵想 谁肯信他 说着 一转脸 对着旁桌 看得目瞪口呆的 一个军官说道 这位兄弟 我 总没有 打听过他的蚕食吧 他也是 七岁丧母 继母不良 挑唆他父亲 把他逐出家门 流落湖广 江南 又辗转到河南陕西 遇贵人收留 从军打仗 激攻到无品 你 你是不是 是 是 那军官已经被 贾世方说得满脸泪痕 竟忘了身份 一挺身说道 您 您真是神仙 您是活神仙 我叫霍英 是四川人 真服了您了 请先生指明 我爹还活着吗 贾世方随口答道 你 初走三年 父亲就病死了 你继母 带你继母弟 另嫁了 你不要哭 这是孽缘 你也不要报仇 你继母 嫁到这家 苦受折磨 几乎天天挨打 明明抱怨 有人已经替你出气了 说着转脸 又问曾静 你 可服气呀 你的磨难还在后边 若肯入我道门 唯我弟子 我以五行颠倒大法 为你除去埋云 颠簸红尘 否则有一日 你终归悔恨莫及的 曾静 目光如痴 盯着悠悠的灯火 喃喃地说道 恐怕你这点左道旁门 还收服不了我 君子之命 高于心之所善兮 遂久死 其由未悔 范石一眼见自己的人 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道士 渐渐迷惑 一个个 竟跃跃欲试 想请他推算造命 正要起身带人下楼 身边的蔡淮喜突然大声叫道 那位仙长 肯驱驾过来 给我这一桌 冠冠气色吧 贾世方仰面 姑姑又牛饮了一碗 笑着聪荣一点头 隔桌 隔桌过来 一边走 一边对那群军校 依依指点 存心 善些 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 不晓得警惕吗 啊 你 家门山巷不利 偏西南了 向南正过来 你母亲的病 就不治自愈了 良善人 功门里头 好修行 你自己福宝 可以见你儿子孙子 深蹬龙门 你天道福善货银 祖德原本不薄 都给你折尽了 你养的那几个小丝 总有一天夺了你命去 一路说着 贾世方款不夺过来 站在前运斗身后 立定了 却一声不言 盯着众人 揭压一叹 仿佛不胜感慨 反时一冷冰冰的 看了看了 半赏才处 道葬万卷 浩如烟海 不在口舌之间 你不安分 邪迹入室 小乱士听啊 已经犯了天威了 你不收敛 恐怕火到无门啊 贾世方满不在乎 笑嘻嘻地说道 我学成道家三位 奉师命出龙虎山济世 既是也是修道 这九楼上三十一人 你们尽有相识不相识的 与我却没有秘密 我不违天行事 天也无奈我和 你看 他说着 手指成兰花状一弹 满楼五六只蜡烛 突然同时击灭 楼上顿时漆黑一团 人们被他突然露得这一手惊呆了 竟谁也说不出话来 漆黑中 听贾世方的声音 嗡声嗡气 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太黑了吧 今天十月二十六 这时候不该有月亮 我借来一片清光 被诸位佐久 众人惊争间 外边浓重的云 已经散为莲花云 透明的 粉色的花瓣中 略带迟疑的闪出一轮明月 银色的清灰 从南边一流亮窗 洒落进来 满楼都是 荣荣宜人的月光 贾世方满意的 看着对面 目瞪口呆的范石屹 咯咯的笑道 这是小道能办的 这楼为我而设 此语为我而兴 那河为我而掌 碧桥为我而贪 这是一会人物 天意是天意 我免尽人事而已 范石屹 按耐住心头的惊慌 悄悄地用手 按住了剑柄 闷横了一声 说道 你是白莲教的吧 我虽是武将 却是文进士出身 自由 宝读史籍 何事不知 颠倒五行阴阳 你晓得前名徐洪如吗 你老实点 回你的山 修你的道 不然 三尺王法 正为你设 贾世方将手一摆 已又是登明月暗 竟向范石屹 义功致谢 你的话和我师父的话一样 是正理 所以我不博你 但我却不是白莲教的 乃是江西龙虎山 楼真人 关门弟子 专门出山 了却俗缘 我不被李违法 从善行己事 你钢刀虽快 难杀我无罪之人 这位先生 方才你叫我 来为你推修旧的吗 他把脸转向了钱运斗 钱运斗和蔡怀喜 都被他方才的幻术 弄得无神迷乱 钱运斗这时想到 是自己师太 招这道士来的 因点头说道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这楼上 多一半都是心犯 这一番截网惊失 急凶如何呀 甘奉驰增进石江 那一桌的客人 远也纳闷 这一群男女客人 突如其来 坐得满楼皆是 却又互不言语 各自闷头吃饭 至此才明白 原来是朝廷 结枉京师 扶罪领行的代决侵犯 贾世方 还事周渣 苦笑着点了点头 未然一叹 生死事大 其理难鸣啊 他用手指了指 桌旁的桥隐地 又指了指菜怀喜 生 生未必欢 死未必哀 君子知命随分 守时而已 范石屹心头不禁一阵 军机处转来的亭域 捉拿十四阿个隐梯身边的奸人 名单上头一个就是菜怀喜 压解回京的内侍 提文也赫然写着 乔尹帝等四十三名男女工人 现在这些竟被这个年轻牛鼻子道人随口道出 这个贾世坊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范石屹真的起了借俱之心 看看西边一桌 甘凤池一杆子人 旁落无人的大吃大脚 快削妖兜 眼在袍下 举手投足 恐无有力 似乎也不像什么善人 范石屹 狭一口酒 心里打着主意 却听菜怀喜笑问 霍尘家 怎么一到节骨眼上 就嘴里寒了个澡啊 你倒是说明白点 没有什么不明白的 贾世坊 甘笑一声 静字为菜怀喜 斟了一杯酒 轻轻一推 送到菜怀喜面前 想活的死不了 你不想活 我有什么法子 菜怀喜举杯一眼而尽 还要攀谈的时候 楼下一个军校匆匆上来 对范石屹 耳语了几句 退后听命 范石屹似乎争了一下 随即起身 对贾世坊说 道长 今儿真是幸会 不过我功务在身 实在不能相赔了 他转过脸 又对早已停了住的众人说 都吃饱了 这里不是闲磕牙 落话的地方 下去安歇吧 明儿还要赶路呢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 压着菜怀喜前运斗和桥隐地一杆的人犯 默默下楼 一阵着重的步履想过 诺大酒楼上 历史显得空荡荡 范石屹瞟了一眼 西边燕桌 对若无其事 含笑站在身旁的贾世坊说道 请足下留下行旨住处 日后我一定奉访 有些事情还想请教 出家人四海漂泊 哪来一定的行旨啊 有缘的自然再见 没缘分的留下行旨住处 也是无意啊 说吧 便打一几手 范石屹 对这位能颠倒阴阳 步步而知的道士 也真的不敢轻满 双手一攻 但愿有缘 所以款步下楼 范石屹下楼 便是一争 方才上楼的军事禀报 只说江南巡抚李卫来了 在楼下候着 他直在守卫 清室帝后陵 原本不受李卫节制 只早年在四川成都 当城门岭的时候 和成都县令李卫 过从密切 也想不透李卫 何以突然出现在 这个偏僻的小镇 更使他吃惊了 李卫身边还站着一个人 不到四十岁年纪 通袖四爪蟒袍 石青补福 带着金龙二层朝冠 颤巍巍地坠着十颗冬珠 正是当今雍正皇帝 遇前第一宠信爱帝 遗亲王允祥 允祥大约身体受了寒 咳得满脸愁红 疲惫的眼神盯着范十一 良久才说 你这个狗才 愣什么 不认得你十三爷吗 奴才范十一 给爷请安 范十一 这才回过神来 忙打下签去 说道 奴才是古北口 爷练过的兵 怎么敢慢主子呢 太出意外了 靠山镇 离着这里五十多里路 这黑天这路 爷怎么走来的 允祥笑着对李渭说 你听了呀 这是带兵的人说的话吗 差事不要紧 我才不肯 黑灯瞎火的来接你呢 就在这里 你和李渭交接 有李渭带乔尹帝 他们回京 你的人随行 你呢 随我回马陵域 我要去见一见十四弟 有旨意和他谈谈 范十一 这才和李渭攀话 哎呀 又借功几十道经了 我瞧着 也是气色不好 是冒了雨了吧